看着图卡说出阿美族语 这是平诺县马嘎巴亥文化协会所举办的都市原住民族文化体验下令营 今年以阿美族海洋文化为主轴 透过多元的互动游戏 让学童在玩乐中也能学习族语 增进小朋友对阿美族传统文化的认识 从小培养人文素养 主要这个亲戚到都会期的小朋友 他们很少接触这样子在原乡的一些活动 让他们能够体验 更能增进他们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理念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内容是 彭望跟文化体验 跟认知我们的一些 那个原生植物的食材 风味餐体验这些 生活一切都是从生活中起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下令营的学员有来自屏东多所小学 共有60名学童参加 除了阿美族族语学习外 还包含歌谣 舞蹈及屯铃 投饰编织与美食DIY 期望借由团体生活教育 学习人际关系的建立与交流 也提升小朋友对多元文化的敏感度及 探索生活的乐趣 学到阿美族的文化 有哪些 有他们的节气 还有他们的服装 因为我跟我爸爸 以前爸爸也不讲族 现在他去学族语 他说他不喜欢回部落被人家笑 透过原住民族文化体验活动 让屏东都会区的孩童 能认识学习阿美族传统文化 为了推动多元族群特色 及学习族语风气 夏令营也开放部分名额 让非原住民小朋友参与 藉由专业族语老师的带领 涉猎更多族群内涵 及专业语言素养 记者张如荫 刘建荣 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建荣